吃货请闭眼 吃货圈开通了 这个以后大家来微信公众号里边 除了能看见美食地图 还可以看见吃货圈哦 在里边可以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吃货一起交流互动 等你哦 吃货的您 欢迎收看吃货请闭眼 我是老白 因为我们在这个位置呢 是北京的虎方桥 这个地方有个传说特别好吃的一个美食 然后每天都排大队 排大队 排队的时候也要注意交通规则 这什么美食呢 就是金天红炸糕 今天我们来到了金天红炸糕 快达到 但是开门 那个排队的时候有遇到了咱们的网友 披上不 咱们B站的网友 咱们B站的人 咱们B站的网友哦 干杯 好吧这么说 A站的人会不会对我呢 bestimm的 亲爱的B站的网友 我们跟她排队还得爱着 缘分呐 缘分 人太多了 是吧 拿个蒸三角的炸糕到金天峰里边 不如挨揍是吧 对呀 提款来的 直接把你搁油里了 本京的炸糕吃了一个 本京的炸糕里实在是没有吃了 所以突然出我们的家 还坚持卖 坚持了十多年 十五年 最近开家为主 以前牛肩随便一家 牛肩高材尖 老一点的 本京都准了 这高材尖炸放大多几个地方 人家不是水江里面 人家是黄里面 你见过吗 你看看那个皮是珠黄的 你看看里面更是黄的 就是豆腺 不见是一个神奇的 好多的东西都不见出去了 现在已经十个炸糕一斤豆腺 这个小马和这个 是分开的 好嘞 您看一眼啊 没事 谢谢 好 回去 哇 这么多啊 这就是我们买的炸糕和豆腺 我们是平点 我排到十一点二十六 半个小时 算不快的了 但是我买了之后 在炸糕开始 现在还有什么 好吧 吃蛋糕去吧 这地方呢 第二个就是古往会馆 它在古往会馆的 本京话叫戒饼 本京对这个分的还很重要 什么邻居啊 戒饼啊 什么对门啊 什么 它这戒饼 两家共用一个墙壁 我们在古往会馆的外面 我们在古往会馆的吃吧 我们在古往会馆的吃吧 然后一边吃一边 扯一扯 扯一扯 看老大还能制着啥 这边没人 知道为什么没人吗 我们在古往会馆这个店 是北京十大协地之一 京城四大凶宅之首 听说过条内八个一行吗 还搭口罩 我给你讲讲 这里是怎么狠味的 别吃这点 分招时间 我多留几个 这就是京三角和京天红两个的外观差别 至于哪个好不好吃 还没定 这个又不好说 反正第一局 我喜欢这个颜色 我怎么没闻见有桂花香 谁不喝了桂花酱了 油炸东西还是少吃 这个白白的这个 你看看了吧 水磨姜米面 做的皮很黏和 跑到它凉了以后 隔时间很长 不会干掉硬掉 豆酱还没有那么甜 始终没尝过桂花酱的味道 可能餐的少吧 当个鱼鱼中鱼 比较标准的炸糕 早时候吃的最好吃炸糕 是黄米面做 里边跟外边是一样黄的 份很大 那会儿我小了 一顿吃一个 姜江吃完 这玩意还是少吃 对的心里难受 我们来一个 对名的金酸鱼 这个外边的黄好像有点浅 就像北京的另外一个 传统小吃叫奶油炸糕 这些到处都是卖的 但好吃的不多 这里边甭问 一定存了很多油 其实很黏 这个皮和金天红的 还是有很大区别 我拿的是金酸鱼炸糕 那边那个是金天红炸糕 这两位选手 大家看买哪个赢 两碗炸糕我们就吃完了 简单给大家总结一下 金酸鱼炸糕它的皮比较厚 它的面没有金天红那么酱油 粘稠度够 但是洁白度不够 但它的馅不够 它的馅用的是豆沙 甜味略高于金天红炸糕 馅比较细 金天红炸糕皮薄 掰开了以后 吃起来有一股发酵的香味 它的馅稍微差一点 它是传统的酒杯的豆馅 然后掰开了可以看起颗粒 它自本宣传说里边插了桂花酱 但是我全程吃只有这个豆香味 并没有桂花酱的味道 它家也卖北京全都小吃鸽子盒 这个东西一般在过年的时候吃 它家鸽子盒的却大家别买 因为真的不行 那么您来这儿 古方强怎么买炸糕呢 如果你喜欢吃甜的 又懒得排队 就买金天红炸糕 如果你想享受排队的过程 想吃北京比较有名的炸糕 就买金天红的 吃饱了喝酒给大家扯一扯 这个大地方这块叫虎方强 最早这个地方是明朝皇上养老虎的地方 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菜里口沙头 对入门斩场 入门过来 走虎方强 叫阳入虎口 从虎方强一直往西走到菜里口 虎方强最著名的建筑就是我最后一部的 北京虎广会馆 大概在元朝的时候 明朝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乱葬岗 全是坟地 可是在清朝的时候把坟地平了 就盖在虎广会馆 这里面有三座楼 分别是茶楼 酒楼 和这个戏楼 我们可以上网查 北京的十大兄弟的十大邪弟里边 其中有一个就是虎广会馆 这个地方传说过去闹鬼 因为原来是钻荡缸嘛 四大兄宅呢 就是虎广会馆第一个 没人敢在这住 就找了一个奇丑无比的老头 而且有麻风病眼伤 反正他一个人在这 没人敢跟他说话 他就在这里面看着这个地方 他在的时候 这里面就不闹鬼了 就很奇怪 后来这个老头呢 死之后这老头身份也成迷了 而且他死以后 这次又开始入去闹鬼 一直到解放以后 解放以后 反正根据规定 就不让澄清 不让闹鬼了 然后这个地方就不怎么闹了 以后关于北京十大邪弟 什么十大兄弟 另外三个是哪儿啊 慢慢会给大家讲到 排牌呢 还要排吗 你刚才买的吃完了吗 小花太久了 想换你自己排吧 你别走呀 支持老白新方法 点赞评论狂短发